今天主廚李鸿蓉要介紹的 泡椒玉帶子所需要的食材有 香菇四朵 辣椒三條 薑一小塊 蔥兩汁 干貝五顆 青江菜七兩 調味料有 皮餡豆瓣一兩 蠔油兩茶匙 太白粉二分之一茶匙 糖四分之一茶匙 鮮湯四分之一碗 各位觀眾們趕快抄下來喔 泡椒玉帶子 那是非常辣的還是普通辣 川菜其實它是辣而不燥 辣而不烈 是 它這個泡椒很溫和 很溫和的辣 對 你要說四川人 為了川菜 四川人是怕不辣 怕不辣 重慶人不怕辣 不難人辣不怕 對 大家都不怕辣就對了 所以我們台灣人 到底要吃什麼樣的辣度 我們現在來吃飯 好 來 今天先看我們的食物 我們來看我們的食材 泡椒 我們這個泡椒 我們在家可以自己做 它的比例就是水澡 鹽質 先把水煮熟之後 放得冷 放得冷我們加鹽下去 加一點花椒 它的四川它的風味就是花椒 放一點薑 蒜頭 加一點薑 加一點味 加一點辣椒 我們把它風乾 風乾不要有水分 不然它下去 下去怕它會壞菌 之後會派去 所謂風乾要先洗過 先洗完了以後 然後風乾 我知道師傅的意思就是 任何做醃漬的東西都不能有生水 對 包括你剛剛說你是煮沸的水在放涼 不是生水 然後你泡椒 你辣椒 洗過以後再風乾 它沒有生水 對 主要就是沒生水就對了 下去我們把它密封 密封下去 像這個老公的旁邊 加一點水 它就不會有空氣 空氣就不會有生菌 是… 如果萬不利 如果有生菌的時候 這個重點就來了 你看它這樣開火 我們要生菇 要打開的時候 我們就要用我們的祕密武器 到底我們人如果在開火的時候 就不知道要怎麼炸 那些東西如果開火生菇的時候 你不能叫他打開 師傅說有絕招 有祕密武器 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我看一下 好 師傅的絕招就是 好濃的酒味 這是什麼酒 高粱酒耶 高粱酒耶 高粱酒要幹什麼 五十八%的 五十八% 殺死壞菌 是喔 就給它加進去 就弄開 然後加進去 對 現在是不能亂加人 現在好好的 現在好好的 對 加進去 然後再蓋起來 對 那蓋起來要再多久以後 它才會產生 你每天就要觀察 它這個老鋼水 你要觀察 你每天就要溫流照顧一下 然後這樣攪拌一下 是 對 那就不錯 這種鋼要哪裡買 這種鋼 這個鋼 因為它這樣一蓋就馬上就是 蜜蜂了 水咬下去 它就蜜蜂 對 蜜蜂 完全 如果沒有加水就沒有蜜蜂 對 沒有加水有空氣 因為它是這樣子的 所以一放下去又有水在 它就變蜜蜂 而且那些什麼螞蟻 什麼就不會過 對 都不會 這些設計很好 是這樣子喔 台灣我還沒看到 這是台料買回來嗎 對 這是台料 但是我們台灣也有 台灣現在有 有 它做鋼蜂 鋼蜂的 鋼蜂的所謂都可以蒸就對了 是不是 它的祕密有說 如果人家在起火 就不能再喝熱酒 他還會 泡椒 他在起火的時候 趕快用個一杯的酒 下去就對了 對 那現在就開始了 可以來做菜了 我們今天來做這個 主角來了 泡椒玉袋子 我們先來切這個大雞 大雞 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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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大雞 對 台語真的叫大雞 對 叫大雞 這袋子 那不是叫干貝嗎 那不是叫干貝 這袋子有餘的原因 為什麼 這就是古早 古早的人在攪拌 在攪拌 當時有一個 像袋子一樣 對 叫大雞 這叫袋子 對 叫大雞 這個生鮮的 對 這生鮮的 很漂亮 這個來把它對切就好 OK 我們不要騙 騙就比較沒口感 來 片就是 片太薄了就沒菜了 沒菜 這好的食材 很多人就想 手工比較精細 就不需要 好的食材 不要有什麼手工 對 就各給它切一半 我們切一半 這川菜就是這樣 不怕人家吃 對 也不可以都沒切 都沒切太大塊 太大塊 對 對 我們切下去的時候 我們醃製一下 好 師傅我先請問你 聽說袋子有假的 真的嗎 有喔 袋子用什麼來做 會用假的 蒟蒻啊 蒟蒻可以做成袋子 吃素的人在吃的 對 生鮮味也是這樣 但我們吃的人 就知道是真假 對 吃得懂 我們先加一些鹽 鹽巴 我們來醃製一下 它才有那個味 才有味道 加鹽就好了 我們不用加太多調味料 因為川菜裡面 待會兒的口味 辣椒口味比較重 是 加一點的切粉 切粉加一點的下去 這樣 來醃製 你這個切粉就是太白粉 太白粉 玉米粉都可以 太白粉叫做切粉 生粉 對 它是生的 生粉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旁邊先把它靜置一下 來處理我們的食材 蔥仔先切煮 蔥仔煮 蔥仔煮 蔥仔煮就是蔥花的意思 煮慢慢太油 就一顆一顆這樣 一顆一顆這樣就好了 這是蔥花 小節 小節這樣就好了 這叫小節喔 再來我們的重點 這個辣椒 辣椒 這是已經泡過的椒嗎 泡過的椒拿起來以後 有需要再給它晾乾嗎 不需要 就直接可以用 對 所有的營養都在這裡 這已經是泡椒 泡椒泡完了以後 它到底辣不辣 它很溫和 很溫和的辣 看這樣 而且你現在把紙拿掉 把紙拿掉更溫和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 你這個四川川味不是那麼辣的川味 對 其實川菜只是百分之四十有限 其他百分之六十也是不辣 像那個蒜泥白肉就不辣 對 我以前怕辣 所以去川菜那邊都先叫蒜泥白肉 而且很多日本人非常喜歡蒜泥白肉 對 它比較溫和 可以代表菜 對 所以這個其實泡過就算熟的辣椒 對 這熟的喔 可以試吃嗎 這可以吃喔 會很疼嗎 會很疼的嗎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紙拿掉比較不辣 會很疼的 有一種綠色的泡椒 綠泡椒 那是完全差不多不辣的 對 是那個比較辣還是這個比較辣 綠色的比較辣 綠色的比較辣 這樣不用怕 不用怕 這個 很疼的 對 還是辣耶 師傅 哇 還是很辣 真的還算蠻辣的 有吃那個酸味 辣 但是對 酸酸的 酸味 一點點鹹鹹的 對 一點點鹹鹹的 鮮香菇 你如果要吃多 你就把它放多 不然我們就做一個加熟的 這樣就好了 是 這真的叫鮮菇 對 這個山頂的鮮菇 青江菜 青江菜 你都說青江菜還是青江菜 青江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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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你台語 台語 青江菜 好 台語的食材這樣就好了 我們現在先來把這個 熱鍋 熱鍋 現在熱鍋 現在下油熱鍋 好 這個鍋子 平常聽說你們都要養鍋對不對 對 那這個鍋還沒有養 這個鍋 對 鐵鍋 鐵鍋 這不是白鐵鍋 我們用的都是用鐵鍋 黑鐵鍋 黑鐵鍋 那一些比較需要保養 這個方便要保養 那你們為什麼 廚師喜歡用黑鐵鍋 為什麼 其實黑鐵鍋吃起來很健康 是這樣 聽說一面煮它會加 跑出很多的鐵子出來 對不對 黑鐵鍋 倒熱比較好 比較好 白鐵鍋沒有那麼好嗎 白鐵鍋比較沒有 倒熱不像我們黑鐵鍋比較快 因為一般家庭主婦都用白鐵的比較多 專業廚師要用黑鐵的 現在要做什麼 我們要來湯這個湯匙菜 我們用湯的就好 它是它的菜底 湯為什麼都一定要加那個鹽巴 做菜就是這樣 由它的底味和輔助味 就是這樣 就讓那個菜不會完全沒味道就對了 沒有味道 不然你等一下吃到的菜都白痴沒有味道 是 加一點點油 所以川燙好的菜就會油亮油亮 比較清脆 好 菜就比較清脆 是的 來 我們這個 切成菜我們就好 青菜坊本來看起來就很清脆 對 但川燙以後它就更綠 綠的很漂亮 椰綠素 才會散發出來 就好像那個 那個什麼番茄 番茄你一定要經過爆炒 或者是煮沸了以後 它的茄紅素才會出來 是不是 老師是這樣沒錯 這是有紅色或綠色的蔬菜 顏色比較亮的 對 它都是會有那種油溶性的 你會溶在油裡面 要加一點油 才會那個營養素才會跑出來 所以都要經過爆炒或煮沸的才會有 對 比如說像葉綠素跟那個茄紅素 到底對人體有什麼好處 其實它就是抗氧化的一個成分嘛 然後另外就是說 像我們現在很多人都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或是一些慢性病 對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你吃的蔬菜 可以顏色盡量深一點 比如說像茄子 你就要選擇紫色一點的 然後像番茄 你就要選擇紅一點的 顏色越深 色素重一點的 對